全球闹车用晶片荒 根据外媒报道 德国汽车大厂冰市还有BMW 沿逆苏边新车科技配备 减款晶片用量 从母厂开始 它就是选择所谓没有配备 高阶的A-DAS的车型 贩售到澳洲去 的确它就是把这个晶片 已经都取消掉了 把晶片配备传闻 尽管还未获得两大车厂证实 但汽车界普遍认为 车厂头号锁定的 就是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-DAS 从远端解锁到开车窗 以及打方向灯 任何一个车用指令 其实都需要靠晶片 尤其是高科技的车用功能 启动A-DAS系统 车在正常运行中或许感受不到 不过只要驾驶一不小心分神了 系统立刻发出警示 提醒车辆已经偏移 不只做导正动作 A-DAS的功能也包括缓解撞击 刹车等安全辅助 传出澳洲市场双B车 取消A-DAS系统 部分车主就怕台湾市场也跟进 不会想买 因为这样子的话 对自己的安全也有疑虑 到时候五年十年后 你没有这个方形的时候 那你要卖出去给二手车商 或是一般的消费者买二手车 我相信大部分都会考虑 有这些配备的车子 一辆车至少四十多种晶片 高阶车款甚至高达一百五十钟以上 汽车界认为双B车 目前的A-DAS系统 仍是选配阶段属于非必要 把配备加速新车交货期 恐怕也只是缓冰之计 解决全球晶片框才是根本之道 三菱新闻林家荣 温亚亭台北报道